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标志你认得吗 认得是我们经济部的GMP标志 我们台湾人民可以相信吗 我想我们基本上是相信的 是相信的 如果今天相信大统有17样的GMP 但是它还是出问题了 台湾人民就是认GMP 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买了大统油品 它还是出问题了 那你怎么向人民保证 向委员报告 我们GMP是一个制度 那么在这个制度之下 个别的厂商或者是部分的商品 有可能因为刻意的造假 蒙混而取得GMP的认证 所以你认为今天是大统油品的造假 所以跟GMP无关 所以GMP的检验 它的所有程序没有问题吗 GMP的检验是按照我们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 除了做资料的查验之外 17样的大统油品 经过GMP的检验合格 台湾人民 看不到我们到底食品安全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我再请教一下 这两瓶 这是现在大统发生问题的 一瓶橄榄油 一瓶葡萄籽油 这就是大统油品 一开始出现造假的黑心油品 这两瓶我怎么拿到的 我昨天去拿到的 我拜托我的助理 去新北市查访一下 砸货店干妈店 去查访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全部下架 结果我找到了这两瓶 结果 这两瓶还不是用买的 是用送的 砸货店的老板说 我送给你们不用买 那院长 如果送的支出问题 就没有责任吗 向委员报告 委员的助理取得这两瓶 那个食用油的方式 我们没有办法评论 但是政府目前的做法 是要求大统公司把他们油品下架 在下架的速度上面 便利商店跟连锁店会比较快 那么其他的杂货店或偏远的小店会比较慢 所以五都的部分 五都不是偏远 五都是偏远吗 新北市是偏远吗 新北市市区 如果是杂货店或偏远地区的商店会比较慢 市区的杂货店也算偏远吗 委员我已经讲了 如果是连锁店的话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是个别的杂货店会比较慢 你今天不是在讨论是偏远的杂货店或是市区的杂货店 你不要模糊焦点 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拿得到大统油品黑心油品表示我们的都处不严格 而且是新北市市市区是五都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你到底给他们多少的时间要全部下架 多少的时间要全部下架 呃卫生福利部这边给各地方政府执行这一件事情的时间是一个礼拜内 所以如果一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下架的话 就三百到三百五十万之间的罚款 一个礼拜内是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开出一个礼拜 时间点在哪里 那个从当天就开始了 从当天是什么时候 大概上个礼拜就开始 上礼拜五 到这个礼拜四要全部下架 那没有全部下架就寄出罚款 是的 然后呢如果厂商他现在是用送的没有罪吗 没有责任吗 他用送的哦 这个是用送的哦 我再一次强调 这是送的 把你的助理所接触的这家店 提供给我们的相关 当我们装给地方政府来寄争 今天我们的监督已经发生问题了 我们的食品 从这几个月来连环报 从黑心米到黑心面包到贾的蜂蜜到现在的黑心油 再加上之前的塑化剂毒淀粉 台湾的食品卫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院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向委员报告 我们的食品原本是让我们台湾很骄傲的一个项目 但是最近连续发生了好一些食品安全的事件 那我们去检讨一方面 那政府的督吐不言 是不是应该让人民道歉 我正在回答委员的问题 还没有回答完 是不是要向人民道歉 过去我们是可以骄傲的 现在是没有办法骄傲的 我正在回答委员的问题 你快一点啊 我的时间有限啊 我们的一些厂商为了谋取暴力 他们走法律的边缘或甚至违法 来制造这一些黑心的商品 这样子虽然替他们赚得的利润 但是也伤害了国家的商欲 院长所以你现在责任把所有都推给了厂商嘛 我现在正在讲 委员还没有听到下半段 院长你不用讲 今天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厂商 我没有这样说 是委员不让我把话讲完 你政府都没有监督责任 我正要讲政治的责任的部分委员就不听了 我正要讲说 中央到地方政府 我们的食品的机查人员 虽然能力不是很足 但是我们觉得 在整个机查的标准作业上 仍然可以有一个改进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行政院昨天开会决定 要怎么样把现有的二级品管 把它修正为三级品管的系统 这样的话 我们将来对于食品安全 才能够有更严密的防备 院长现在才要检讨 我已经刚刚 我们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检讨 像食品药管理法的修正就是一个 在上一次食品安全 事件之后所做的一个大的修正 原来我们的政府是慢搬拍 到目前为止才要检讨 也就是因为有新的修正的法律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 从中去处罚这些不良产杂 会不会太慢啊 院长 我们现在所寄出的法者 比起去年所能够使用的法者 就已经是强烈了很多 现在你只要跟我讲 什么东西可以吃 汤圆可以吃吗 可以吗 汤圆可以吃吗 我们大部分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 都可以安心使用的 市场买回来 所以现在请大家不要跟大卖场买吗 你这样子的呼吁很奇怪耶 我的市场意味着就是 所有陈列商 委员似乎要在语字上面 做一些很奇怪的剧分 院长你要告诉所有台湾的人 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 你不能说叫大家去市场买 市场买的就可以安全吗 我是这样问你啊 包含委员所讲的任何 可以合法购买食品的地方 汤圆 我再问一下 这所有的酱料 全部里面都含沙拉油 现在所有沙拉油 都已经出现了黑心 所以我们认为说 是不是我们要去调查 要去调查清楚 告诉台湾的所有食用油品的业者 它是不是用到黑心油 还是正式安全的油 院长你不要带帽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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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负责任的院长不会带帽子 今天我们提出的是问题 你应该站出来说 哪一种东西可以用 这是照顾到我们真正合格的厂商 真正认真的厂商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当所有的资料 显示说沙拉油 可能出现问题 这些含有沙拉油的酱料 大家不敢吃啊 昨天所有的人都在问我说 什么东西可以吃 哪一个酱料可以吃 我也不回答 我也不敢回答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我现在问院长 我把消费者问我的问题 我问院长 这些酱料哪一个可以吃 我们只要是合法从商场 市场买回来的食品 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可以安心的食用 院长 现在发生的问题 哪一个不是从大卖场买回来的 现在要求下架的哪一个不是大卖场 哪一个不是卖场的东西 院长 像委员这样似乎要鼓励所有的权力 什么东西都不要吃 现在 是你要向所有台湾人民 保证说哪一个东西可以吃 你要赶快来做出一个合格检验标准的机制 是政府要做的 不是把责任推给所有的人民 自己去选择 请问人民怎么选择 我就问你嘛 只要是上下的东西 我们又确保他安全 如果有人捐取其中的不法 我们就去查气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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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今天会有54%的人要求你下台 你还没有一点点反省之心 所有台湾人民 我们现在如果是要讲食品安全的话 你可以给他们一个信心 我们很愿意向委员报告 连吃都没有信心的 好 院长 我们请 我们请所有的部会相关人员请下台 院长 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 给你的期待 是希望 是一个安心 但是没有安心 只有伤心 只有担心 只有烦心 连吃都不安全 你把所有的责任 要求消费者自己要去挑选 我没有这样说 是委员一直这样讲 我刚刚有花了一些时间在讲政府应该负起的责任 反正 江一华院长很会拗 也讲了我们怎么修复 很会拗 我们怎么样成立查气小组 我问一下院长 委员不能否认我这一方面所讲的话 院长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委员现在要询问关于这个司法官所及监听案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监听议文如果是指 那个法务 特征组在9月6号公布的那一段监听议文 我们有看到 但是其他的我从来没有看过 其他都没有 8月31号你绝对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不是 我说除了那一段之外 其他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其他监听议文都不知道 他在立法院表示 他是把整份监听议文 给了马英九总统在8月31号 这是他所说的 好 我只确定说 院长到底在8月31号 有没有看到监听议文 8月31号我没有看到任何监听议文 没有 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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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有用听的 所以你只有用听的 所以你也跟检察官做出如此的陈述 所以你的笔录也是如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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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你只是当天在8月31号 你听了马英九总统对于监听议文的转述嘛 是不是这样子 马总统当天跟我们转述只是一个大略的案情 甚至连监听议文内容是什么 马总统我印象中都没有跟我们转述 没有跟你转述 我说我那一天我们听到 马总统没有跟你转述 好 我们现在就来播放一段 我们马英九总统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看到底是江仪华在说谎 还是马英九在说谎 是江仪华做伪证 还是马英九做伪证 这是8月31号晚上 8月31号 之后是江仪华院长跟罗副秘书长 罗志强先生跟总统会谈 不过因为在预算里 所以他也没有记录 没有 也是变成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过程其实是蛮简单的 就是把这整个事情说一遍 因为这件事情在报告里面都有写 然后最后当然结合 这样的事情我们就面对 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你们三位看了英文之后 你们三位看过英文之后 个人的案件 因为他里面写到 涉及到那个承办检察官 嗯 林秀桃 对 所以你们三个人当天的共识 就是大家就是感觉 因为如果是通案的话 不会把承办检察官的名字 也出现在电话里面 你们的共识这个是 王经理院长涉嫌司法官主官 没有 我们没有说 王院长怎么样 但是这个事实本身 他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面貌 好 就是8月30号晚上的全貌 对 接下来年九五 我休息了 或者去看资料了 对不对 没有再给他访客了 对 也没有再打电话给任何其他人 没有 我要问得很好 好 很清楚吗 你有听到吗 非常清楚 总统讲的就是说 我们简单的 你们三个人看过议文 简单的说一遍 没有 刚刚委员听到的 那个是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的稿子 都是你们 你不能移花接木 主持人 有没有 在看过议文 那你有没有听 总统说 对 你有没有听到总统说 对 你们三个人看过监听议文 总统说 对 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这是移花接木 没有移花接木 这整段没有剪接过 我把这一段 马英九在说 你们三个人 在八月三十一号 在官邸里面所说的话 我全文全段播出 没有任何一个剪接 院长 不要再凹了 院长 不要再凹了 我从头听到尾 来院长 好 李医秀涛检查办 跟议文 根本没有关系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院长 你以为说 你切割了 你没有听过监听议文 你就不是泄密共犯吗 刚刚马英九有说 你们有讨论 只要参与内容的讨论 就是共犯 参与内容的讨论 就是共犯 我不认为如此 所以 你今天你所谓的 你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你只有听马英九说 今天 非常恭喜你 你今天终于把我们所有对马英九的疑虑都解惑了 因为 马英九本身 委员 就设了伪证 因为 很清楚 这个伪证的部分 江一华已经说 他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但是马英九说 江一华有看过监听议文 所以是伪证 第二个部分 卸命 卸命 因为 江一华院长说 他没有看过监听议文 他是听总统讲的 所以 马英九把他 看到的东西 听来的东西 再转述给 也不应该让第三者知道的江一华 给你知道了 所以呢 今天所有的过程 很清楚 马英九就是伪证卸命 所以江一华院长 你的格调 你的高度真的不同 马英九 顶多找一个黄世民要当余文 但是江一华是找马英九当垫背 你好厉害喔 你好高超喔 所以难怪你的格调不一样 我再请教一下 院长 你在九月三十号接受专访的时候 你怎么说 你当时候说九月四号 黄世民跟你报告 是不是 是 当时候签结了吗 黄总长九月四号向我报告的时候 有说到这个案子 基本上 已经要签结了 已经要签结了 已经要签结 就是没有签结 我没有在那一句话 很详细的问他说 你是昨天还是前天还是明天签结 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院长 你担任一个院长 连这个基本的法学常识都不知道 没有 在我们刑诉法的245条 侦查不公开耶 今天所有在刑事侦查的案件当中 当黄世民总长来跟你报告的时候 这就是泄密 你接受泄密 有的跟我讲 他向我报告的部分 他向我报告的部分 是行政不法之分 还未侦查 还未侦解 你为什么可以报告 已经决定不起诉了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 他向我报告的 是他认为 跟我们行政都道有关 院长我再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问他 你又没有问他说 这可以报告吗 你又没有问他 你又没有问他 快签结了 快签结了 这一句话 没有问题吧 委员 你也这么说 黄世民也这么说嘛 所以 今天很清楚 在一个政府 连法学常识都不了解 居然全部泄密 在讨论这案子 基本上在刑事的部分 已经要签结了 院长 要签结就是没签结吗 委员 我们当时没有去讨论 他最近是 哪一天 是不是已经正式 批了那个公文签结 我一直强调 如果一个行政院长 连刑诉法的245条 侦查不公开的这个问题 他都不懂的话 他凭什么担任行政院院长 我没有去询问 关于刑事案件的部分 黄世民已经承认了 在9月5号 刑事才贞结 刑事才贞结 所以在9月4号 还在签结当中 还未签结 他说快签结 所以今天院长很清楚 他跟你报告的时候 他已经告诉你了 还没签结 快签结就是还没签结 你居然没有阻止他 你居然没有阻止他 针对个案来报告 所以你们就是共犯 刑事的部分 我不过问 而且 你们是针对个案去讨论 而且让我 刑事的部分 我不过问 也不太论 所以的是 在9月30号 你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们还故意 假惺惺惺说 似乎 你们是在当天 特征组开会的时候 你们才了解 这一个过程 所以你才会说 9月4号 他才有跟你报告 你了解之后 了解之后 了解之后 9月又要特征组开会 我看到整个记者会 才知道全貌 确实没有错的 9月4号 黄世民去跟你报告的时候 拿什么去给你看 拿什么去给你看 他拿的一份资料 基本上跟9月6号记者会 所要披露的那个内容 是大同小异的 一模一样吗 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几乎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我没有办法去对多少次 所以几乎一模一样嘛 我所获得的印象 对这个案子 跟9月6号差不多 在9月6号 黄世民特征组要开记者会之前 9月4号 先拿了这些资料 让你过目 让你过目喔 让你过目 所以你在9月4号 就已经清楚说 这个案子 要以行政调查的部分 来炮打王金平嘛 不是 是不是如此 您讲的完全错误 你在9月4号就清楚了吗 您讲的完全错误 行政不法的部分 我也就针对这个部分 给予我应该有的关心 在特征组当天的新闻稿里面 是全部都涵盖了 没有切割 没有切割 如果说今天是国会自律 他会切割 他没有切割 所以如果他报告应该先跟法务部部长报告嘛 但是因为他是关系人 所以他没有向他报告 那法务部长的长官是谁 行政院 行政院院长嘛 所以他如果没有跟法务部长报告 第一时间也应该跟行政院院长报告嘛 对不对 我们一般很这样想 就像委员所讲的 一般嘛 一般是这样子嘛 但是今天黄世民没有 他直接月籍报告 直接月籍报告 他向总统报告 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不便讨论 但是我可以向委员报告 如果一个部署月籍报告 你能忍受吗 他为什么向总统报告 根据后来我们所听到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他认为所涉及的层级 院长请你针究我的问题回答 你能够接受你的部署月籍报告吗 你能够接受吗 以后你哪一个部会首长月籍报告你能接受吗 你能接受吗 我只有问你这句话 你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就会太严重 你能够接受吗 这没有严重 总统在下降当次活动的时候 经常会直接跟部长聊天 如果你的Leader可以接受月籍报告 相对的他就是傀儡 如果行政院的Leader 行政院院长 他可以接受月籍报告 他就是傀儡 除非你认为你自己甘愿接受傀儡 我不愿意啊 院长我不愿意说我们的院长是傀儡 所以我们希望 部长可以跟科长讲话 能够真正去宣誓一个这么不识认的检查总长 一个月籍报告的检查总长 你怎么能够再接受他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刚才已经跟委员讲了我的观点 我单纯就他月籍报告这样的事实 我刚才已经询问你了 可能委员的看法跟我是不一样的 没有不一样 院长 月籍报告就是月籍报告 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是你自我解释 为什么你能够接受他月籍报告 院长你要再听我说 你为什么能够接受他月籍报告 我不认为这个叫做月籍报告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绑在一起了 你们现在绑在一起 马英九、黄世民、江泥化已经绑在一起了 为什么绑在一起 因为你们所有的把柄在这个事件当中 追溯期是20年 委证罪追溯期20年 还有限定罪有10年至20年 所以院长你可以全身而退吗 你如果要全身而退就是看黄世民 所以你现在不敢动他 因为追溯期有20年 所以你不敢动黄世民 你怕说他万一哪天把所有的问题都抖出来了 因为原本你们要掩饰8月31号这个事实 可是黄世民把他讲出来了 这是委员的猜想 所以你们掩饰不了 你们掩盖不了 即使你们作戏也掩饰不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 为什么你可以接受一个月籍报告的黄世民 因为你们是一个共犯结构 这个共犯结构只要有一脚缺了 完了 就崩了 这是委员的故事 委员的解读 总统卸任之后 他会被做刑事的追溯 然后行政院院长一样 还是会被做刑事的追溯 谢谢委员的关系 因为司法不是在你们可以掌握的权力当中 来我再请教院长 院长 无能内阁现在变成情色内阁 你的感觉如何 向委员报告 我并不觉得有所谓的情色内阁 委员你不用随着周刊的报导而起舞 因为如果任何的事情 都必须要有空服的事正 那我请问一下 那你愿不愿意来做背书呢 向委员报告 我们所有被 所谓 魔府指承的 法务部长 然后内政部长 国防部长 那个主席 我是请内政部长 国防部长 在他们就位的时候 我请问院长 你愿意听他们背书吗 向委员报告 这里面的好几位 委员我还没有回答完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院长真的很无能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会延伤那么久的时间 怎么会延伤那么久的时间 我问你 你愿不愿意听他们背书 委员 我对这好几位的情志首长 有的连认识都还不认识 都不认识 是 那你就不调查 就不背书 但是基于行政里面 调查的部分 我们已经交由法务部 有去做必要的了解 有做必要的了解 那现在呢 了解结果你认为呢 好嘞 原本上说连政署根本没有所谓 所以连政署不愿意他们背书 你到连政署的报告呢 到底你自己了解的怎么状况嘛 我当然要透过我们的机关去了解 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啦 一句话就好啦 我对连政署的报告有信心 我对连政署的报告有信心 所以如果未来 这个情治首长是发生在法务部 那基本上 那跟你无关 因为是连政署的报告 哪有这么不负责任的 来 内政部长 你相不相信你的部署 你能替他们背书吗 你是指的是王署长吗 警政署还有海巡署 这个 海巡署不是我们的单位 海巡署是另外一个部位 我来警政署 假如是王署长在这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 你相信他 但是假如查出来有任何的市政 我没定位 那怎么还有单书呢 相信就是相信吗 是连政署在查证 不是我们在查证 但是法务部说他相信连政署的报告啊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 奇怪你们部会首长怎么会对自己的属下 相信 然后又有单书 不是 来 再来好 国防部部长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相信 我相信我的部署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九位 这九位有内政部 然后有我们法务部 又有我们国防部 你相信 好 这三位首长都相信了 那院长 院长 院长你认为呢 呃 向委员报告 我刚刚有讲过一遍 我再讲一遍 这九位秦治首长 我有的认识 有的不认识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行政的一些同等 我给你提醒啦 是解身自爱 我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 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只要调查或是所有你们部会站出来说 我们力挺他们绝对没有这回事 这个事情就会淡化掉 委员 当事人据我所知都已经站出来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这些首长 不是他们 只是委员没有提到这一点 只是委员没有提到这一点 不敢接电话 不敢接受媒体的访问 因为怕说错话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人心惶惶呢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担心的是 只是都已经在 委员会询答的时候明白的讲 他们有细心 不是他们 我们担心的是说 到底有没有国家机密泄漏啊 这是我们重点啊 到底有没有国家机密泄漏啊 委员如果要根据一个报导 检检计计计划 就要去质疑整个国家的情治系统的话 这也是非同小可